我去非洲大千禧 我认为住的玩的都还行了 人听说了以后就是 住哪 四季 四季酒店 就还可以 看动物是怎么去的 我说坐鸡脯车什么的 你怎么能这样的孙 你怎么能 我说你看大千禧 你一定要骑着马 在狮子的领地 跟狮子们一起前进 我当时说 你妈你跟我说什么呢 人首先这事不允许或什么的 啪啪给我发过来几张照片 因为白人特别喜欢这个 他们特别爱在这上花大钱 为什么 这就是我说的 你花钱你想买一股价 买辆车 很简单 你买架飞机 你下订单 他一定要 他们把大钱花在什么 三四个人 包括带着他们的孩子 骑着马 然后前面有人拿枪保护的 前后都有人 还有人给他们挑的东西 行李 还有支杖上的东西 随时是骑着马 在那种随时可能出现危险 就是这个里边有不确定性 你花再多的钱 这个里边都能证明什么 你要勇敢 你要守规矩 你要有很多的东西 然后你看大前行 它不一定舒服 但是当 OK 我今天我不想走太久 我已经看到了狮子 或什么东西的 我今天我要在这个附近 找一个地方 在这保护区里可以扎营的 向导就会为你找一片 相对来说矮草 相对安全 包括蚊虫比较少 啪啪人家就开始在那 给你搭这些帐篷 而且帐篷不是搭在地上 非洲的帐篷不是那么多地 搭我们玩的露营不是 是架空搭 那个帐篷在晚上搭好了以后 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经常能感觉到有动物 从你的这个帐篷里面穿过去 你只能感受到 这个动物的大小和它的体积 你永远猜不到什么动物 然后周围 因为你在动物的领地上 所以你时刻都能听到 动物的嘶吼声音 捕食的声音 而且你在出帐篷之前 人不说在里边 给你装一电话 但是他里边有一个东西 就是call 就是我可以摇个铃或什么的 外面的人时刻 24小时的这个保卫 他就会跟你确定 他说be safe 你安全 你再出来 要不然那种地方 如果门口没有人 把你开门一打开 卧槽一狮子正在这觅食呢 一大象正在这发情呢 你懂吧 一只肺肺正在这 可能这饿的不行呢 你突然扒 一看卧槽 这是什么 来到了交配的季节 走吧 你懂吧 我听完 我一开始我也觉得臭牛逼 但人夸小照片 什么的一发 没意思 他发给我的心理是什么 首先他一定有炫耀的心理 炫耀的这东西就是 确实你没有任何可怼的 我后来我也给 我的其他的一些朋友联系 我说他们也想去 我说明年 我听说特别牛逼的 咱能不能联系 一个这种奴逼的 行没问题 咱不怕花钱怎么样 联系一圈 没有人能接着行程 他带你去的那些地方 跟看的那些东西 说完了 根本不是有可能去的 他全是 他这个经纬度 跟这个地理位置 全是保密的 你的车正常 根本你只能在 有路的地儿开 你根本不能在 那个野的地儿 或什么 你往那里 这根本不允许 这就是为什么 你当时看不到犀牛 是犀牛完全没有的吗 不是 犀牛全部保护到 一个更精密的地方 让他们在这个 保护区的深层 更好的去保护他们 防止这个同类者 去同类 就是你了解完了以后 你会觉得 全是玩 就人也是玩 人也是花钱 人也是开心 但你这俩东西 你对比完以后 你真的你就 没法比